那么我给你帮我 各位 大家好 我是Dan 前一阵子被质疑一连串的造假后 宣布停止活动的汉素文 最近被滴社爆料了利用粉丝们带风向 威胁记者的通话录音被曝光后 再度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滴社报道 在安娠玛造假争议爆发后 汉素文在前面有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在私底下 却在与自己的少数真粉所组成的群聊方 要求粉丝们向媒体打电话抗议举报等 试图想要改变风向 我们来看一下群聊方的聊天内容 给A记者传送email的话会非常感谢的 会传送的 等一下下班后就会写投诉email email内容 我这样传送了没问题吧 B记者竟然把我写成非常坏的人 请大家多去检举C记者 利用我来赚点几率还在赚钱 整理一下就是 汉素文要求粉丝们 向一些写了对自己不利的新闻的记者们 传送投诉email 然后在造假争议爆发后 汉素文公开表示过 是自己决定了在电视购物台下车 但是私底下在群聊里却透露了自己很委屈 结果粉丝们就为了汉素文 打电话给电视购物台的客服抗议 要求继续让汉素文出演节目 我刚刚也非常恭敬的打电话 传达了我的意思 没有汉素文 我就没有理由买你家产品 一到达就打电话给客服了 只要打电话到客服 要求继续让汉素文出演节目就可以了吗 谢谢 提供这些资料给低设的网友表示 我本来是因为喜欢汉素文 所以才加入的 但是群聊方越来越变质了 汉素文没有反省 只是一直强调自己很委屈 进一步想要利用粉丝们来压迫记者们 并想要改变方向 现在汉素文需要的应该是真诚的道歉与反省 在低设的爆料之后 汉素文上传几个私讯截图后 马上就反驳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安娜艳曼聊天室 这些人骚扰了我五个多月 都已经提告了 还向低设以及电台 爆料假消息来给我困扰 我与粉丝们确实有实用群聊方 但是我没有实际指示什么 鼓励投诉email电话的人是粉丝团的会长 马上向低设爆料的那位网友 再次对媒体表示 我确实是应援过汉素文的粉丝 也买过汉素文的产品 在我自己退出的7号之前 一直都有在群聊方 我从来都没有给汉素文传送过什么酸言 也不知道留酸言的人是谁 在有关群聊方的内容被爆料之后 看到汉素文马上就狡辩 那是粉丝团的会长 做了自己没有指示的事情 感到非常失望 然后又上传了几张 汉素文的聊天截图 比如说 Anima夸张的演出不是汉素文的问题 而是电台的问题 为什么汉素文不能出演电视购物台呢 为什么要为了几个黑粉 汉素文不能出演呢 所以大家要同心协力 帮忙多去留言一下 拜托大家多去监局 因为太多封面的新闻 所以心情很低沉 记者们太不喜欢我了 接着在昨天 汉素文威胁记者的通话录音也被曝光了 在今年2月 因为汉素文在直播中 把Jimmy说成了泡菜 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接着也出现了 很多记者们就报道了相关消息 结果汉素文就亲自打电话给了 其中一位记者 要求记者下加新闻 我们来听一下 当时的通话录音 有借用 有些词 那些词 有些词 有听说 我让你赶紧 有肉 有此外脑 那些词 不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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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96岁上出现了 你猛 那些警方出现的 你猛 有 guan 这些个人还在这些 Problem 所以我在 很简单 这些词 这些词 超级有关了 这些词 都看了什么 这些词 从那里 词 词 在这些词 写的词 钱 时 什么 现在 什么 只是 这么 因为 这种词 所以 你几个人暂逐游路 你不明白吗 我提示置你是非常危险的 我提示你 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提示你 我提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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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示说 我提示你 你提示你 我提示你 我比如说 是非常危险 的 那是 我本来提示你 人生不是 所以你又會有一些人 那我就不想去 不想去 那你你不想去 會不會cher 也不想去 那你不想去 那你不會說 那你不會努力 我會不會了 你的性格 就有甚麼 那你會不會再說 是你 我感到 那你會不想去 確定 我可以說 2月份对记者说以后不做艺人的韩初文 却在3月23号透过Anima回归了 之后韩初文没有再给记者们打电话 而是开始拜托了粉丝们 突然觉得韩初文的mentor非常强 非常厉害 对于韩初文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快突破200万观看次数的 邀达亲国走录影片 新逼悠久眼睛 不服时间都非常一致 这就是女友们 好有快感 都有模特风格 腿的角度 不服 转身的时间都太一致了 我以为是军队 你看看有多正确 对脚步是应该的 但是要像这样复制粘贴一样的话 只能说是成员们的默契真的非常好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這是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